我變成一個漂亮的金寶盒 我的身上都是 金工雕刻成的 我要看 讓全世界的人都看見我的美麗 哇 這是美麗啊 親愛的道主 希望變成一棵大樹 希望我可以載著人們行全世界 哇 好介入的船艙啊 第三棵樹 鼓勢的說 親愛的宗主 感謝你讓我長五十高大 但是我希望你成長成 森林裡最高最大的樹 比你的距離越來越近 人們會永遠記得我 哇 好高好大 接下來幾年三棵樹不斷的倒到 他們的弄搶人做成生 直到有一天 一個伐木個人來到了森林 都不能 看了看 看到第一棵樹邊說 正說著就開始把樹砍下來 第一棵樹非常高興 因為他知道木家 就把它變成一個藏寶箱 接著 功能來到了第二棵樹面前 他們功能說 這棵樹能提供 喔 那我就把它砍下來 賣個小藏寶箱 好啦 第二棵樹就很快樂 因為他知道 他正踏在成為巨主的路上 當防護工人來到我第三棵樹面前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驚恐 一創一彈 因為他知道 一彈工人將他砍下來 他的夢想 就不能實現了 正如樹肉圍肉狀 所以 不知道目前要幹什麼 先把它砍下來 存起來很好 不過 這就好像 很害羞 送電鋸 好可惡 我真的有 好可惡 說著說著 工人隊開始吧 第三個樹 砍下來 接著 當第一棵樹被搜到木匠樹之後 他被做成一隻 動物的餵石槽 啊 喔 這個餵石槽 他被放在骨箱裡 肚子比塞男稻草 这并不是他所要求的 接着 第二棵树被切割成一只小船 这只小船他渴望成为具体 并在各国君王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紧接着 第三棵树被砍成了几大坏 他面临了更悲惨的命运 他被扔植在黑暗之中 数年就这样过去了 树伦们早已忘记了当年的梦想 有一天 就像那天一名男子和女子来到了谷昌 女子在谷昌中 分眠 并且他在这婴孩放到这个渭石潮当中 这个潮便是用第一棵树所造的 第一棵树感受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它是让他怀中所安放的 是那前所未有的珍宝 又过了数十年 有一群人他们乘坐着 用第二棵树所建造的渭船 其中有一人 他很疲累 这个人他非常疲累 于是他就肚脆了 正当他们出台的时候 忽然 狂风巨大 有巨大通报奇迹的船 第二棵树觉得他再也伸不住了 那群人慌张的欢迎的沉睡的男子 男子变起身 救魂 救魂 天静啊 疯了 那木桃变并身凝行 这时候 别都出现知道 他所存在的是那世上的万王之王 最后最后 有一个人他失去了第三棵树 这棵树非常地高大 这棵树他被带过千项万弄 而一路上 有非常多的人们 结寝的人们 他们嘲笑着 那个那个第三棵树 他们讥笑他 玩弄他 羞辱他 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 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 那个人便盯上了这个十字架 然后高屠在宫中 这个人他被高屠在宫中 这一次他所以注意 沉了就死去了 在小桌子上 当礼拜天来到 第三棵树获然迷范 他能够强壮地站在宫顶 并且尽其所能 以神亲近 是因为耶稣他在 第三棵树上被定死了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 当事情发展 不如你所祈求 所强望的时候 永远记得 上帝在你身上 那美好的计划 如果你心爱他 他就要将美好的礼物赐 赐价给你 每一棵树都得到 他们所期望的 但第一天按照他们所省上的方式 我们永远不明白 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但我们知道他的方式 不同于我们的方式 他的方式永远是最美 最好 但愿你们的年岁受处 但愿你们所求的都得少 但愿风永远宜你们 在后头吹颂 但愿阳光温暖地照着在你们的脸庞 但愿雨水温暖地撒向你们的植物 直到我们再相见 但愿神将你们放置在他的掌心 轻柔的姚宗 就如同那阴海一般 这故事就要到这个尾声 好 我们请 刚刚参与演出的朋友们到台上来 今晚见 我们一起到台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